新华社巴黎一月十七日电,记者含冰法国总统马克龙,十七日在位于法国西南城市图卢,资德伊军市基地发表讲话说,法国军队今年将继续留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反恐。 马克龙在讲话中表示,法国不应因为美国宣布从叙利亚撤军,而动摇自己刹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战略目标。 法国将坚持努力直至把伊斯兰国从每一寸土地上清除,并阻止该组织死灰复燃。 马克龙强调,任何匆忙从叙利亚和伊拉克撤军的行为,都可能犯下错误。 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自2015年多次遭受恐怖袭击后,他遣了1200名法国军人,参加由美国主导的直载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 法国舆认为,马克龙这一表态,显然是针对美国从叙利亚撤军决定的。 2018年12月,美国突然宣布从叙利亚撤军,令习中东及欧洲盟友感到意外。 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说,美军已在近期从叙利亚撤出第一批军用装备。 新华社莫斯科1月8日电,记者马晓成,据俄罗斯媒体8日报道,俄正为其海军研制口径M巡航导弹。 根据设计,该型导弹最远射程可达4500公里。 塔斯社远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口径M导弹正处于研发阶段,该项目由俄国防部出资,已被列入俄军备计划,已在2027年前完成研制并实现列装。 与现有口径导弹相比,新型导弹射程更远,载妖妖更大,其设计弹头重量接近一吨,核鞋弹和弹头。 俄罗斯已将其配备至大型水面舰艇和核潜艇。 据报道,口径导弹最远射程为2500公里。 原标题,国防部征兵办公室下发通知2019年征兵准备工作前面展开。 日前,国防部征兵办公室下发,关于做好2019年征兵准备工作的通知,对新年度征兵准备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要求各地深入贯彻习近平详细思想,全面聚焦备战打仗, 同仇推进征兵组织建设、能力建设、法规建设、连政建设, 确保高质量完成新年度征兵任务, 并明确全国征兵网、网址、HTTP、WWW、GFBZB、GF、CND月10日正式开通, 受理网上兵役登记、验证报名和政策咨询等工作事项, 通知明确,涉及要以兵役法规建设为支撑, 以征兵武律考评为抓手,以对口精准征集为突破, 以确保连携征兵为底线,巩固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征习态势, 努力实现新兵综合素质和入伍事业能力显著增强, 大学毕业生比率和新兵对口征集率稳不提升的总目标, 通知要求,各级要强化组织领导,调整充实征兵领导小组和办公室, 加强高校征兵工作站建设,建立建设考核上岗制度, 提高各级开展征兵工作的能力, 要延格落实兵议登记制度,及时发布兵议登记公告, 详细明确登记的时间、对象、方法和要求, 一百则优确定义争对象, 要广泛开展征兵宣传教育,组织征兵宣传进校园、 征兵宣传略、政策咨询丘等活动, 做到所有高校和大学生养个却覆盖, 通知指出,特地要充分发挥征兵工作量化考评指挥报作用, 构建省视线三级上下一体, 衔接配套的征兵量化考评体系, 实现征兵各环节全过程管控, 全要素覆盖,全系统评价, 要加强督导检查,及时发现解决问题, 推动征兵工作末端落实, 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输送更多优质兵员, 张东华、刘国顺,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变, 记者胡哲,记者从国防科工局,国家航天局获悉, 12月12日16时45分, 强额四号探测器,经过约110小时奔月飞行, 到达月球附近,成功实施进月制动, 顺利完成太空刹车,被月球捕获, 进入了进月点约100公里的环月轨道, 进月制动是月球探测器飞行过程中, 以此关键的轨道控制, 飞临月球附近时,探测器通过减速制动, 使其相对速度低于月球投影速度, 从而被月球引力捕获, 16时39分,在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科技人员发出指令, 强额四号探测器,在纪月面129公里处, 成功实施7500牛发动机点火, 约5分钟后,发动机正常关机, 根据实时摇测数据监视判断, 强额四号探测器,顺利进入环月轨道, 进月制动获得圆满成功, 强额四号探测器转时发射,转卸入轨, 原计划在进月制动前实施的三色轨道中途修正, 这于12月9日进行了一次, 达到预期目标,后续, 强额四号探测器,将在环月轨道运行一段时间, 调整环月轨道高度和轻小, 开展与中继星的中继列路在轨测室和导航敏感器在轨测室, 确保探测器,最终能进入预定的着陆区, 斩机实施月球被面软着陆, 加拿大一个小镇,被海报所困的事情成了新闻, 那么到底加拿大人杀不杀海报? 几年前,中国将进口加拿大海报肉的消息, 为何后来时辰大海? 近日,皮邻大西洋的加拿大纽森兰省地区传来一条新闻称, 40多只迷途海报爬进纽森兰比罗比克顿比特阿姆镇, 导致当地居民生活不变。 上周,附近水域突然结冰, 阻止了这些海报返回海洋。 有专家表示, 海湾结冰迅速可能使这些动物离失方向, 导致它们向内陆爬动, 而不是爬向开阔的水域。 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图片显示, 海报滞留在道路和大雪堆上。 当地一些居民说, 这些海报到处乱爬, 躺在马路或人行道上。 有的爬到民居, 商铺门前念后, 因为港路妨碍居民生活。 其中,两只被汽车撞死。 有居民说, 这些海报又累又饿, 不时呼叫。 他们担心, 这些海报因为没有可吃的会被饿死。 因此, 当地居民要求政府介入帮助海报返回大海。 这个小镇距离大海有大约6、7公里的距离。 当地警察说, 已经成功将一只海报放回大海, 并警告居民不要接近他们。 媒体上长线加拿大纽森兰地区, 被指屠杀海报的消息和新闻。 这么多海报围困加拿大小镇, 难道是海报逆袭? 加拿大法律禁止人们干扰海报等海洋哺乳动物的自然生态。 罗比克顿比特安姆镇, 是海报先席时的主要中途站之一。 人们被于在周边海域, 即近爱出目的海报和空见惯。 这恐怕是该镇居民拿大批海报没办法的原因。 但与此同时, 加拿大政府也批准每年一季的商业捕杀数十万只海报, 具体规定禁止猎杀皮毛仍为白色, 出生不满12天的小海报等。 进入21世纪后, 世界海报皮市场需求大增, 加拿大捕杀海报数量也大幅上升。 2006年, 加拿大猎人在加拿大圣劳伦斯海湾的冰川上, 猎杀了33,5万只小海报, 是有史以来最高的猎杀配额。 支持商业捕杀海报的人们说, 加拿大主要捕猎的海报, 不是冰威物种, 而海报过度繁殖, 会被生态系统造成影响。 特别是海报吃掉很多鲜鱼, 导致加拿大鱼民丧失鲜鱼资源。 他们强调, 海报捕猎场面往往会让人觉得血腥, 但加拿大的海报捕猎, 遵循最高的屠宰动物标准, 完全满足了对动物福利的保护。 捕杀海报的年龄, 通常在25天以上等。 他们否认存在动物保护主义者所指责的火包海报皮, 屠杀海报又在一说, 反对生液捕杀海报者的呼声, 在国际上更高。 他们已在猎杀者面前无法逃走或保护自己的海报, 纤细染红白癌癌血地, 小海报在妈妈尸体身边等各种照片, 事项。 抗疫指责生液捕杀海报, 违反道德和文明标准。 他们说, 95倍猎杀的海报, 出生不到三个月, 因为小海报游泳和捕食技能很不娴熟, 不愿离开冰面, 更容易遭到捕杀。 反对商业捕杀海报的海洋学家说, 大西洋雪鱼, 减少与人类捕捞增加有关, 和海报无关。 在动物保护者的努力下, 35个国家禁止了商业性海报贸易。 上世纪70年代以来, 包括美国、墨西哥、 克罗地亚、 欧盟在内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先后禁止了海报制品进口, 禁止了海报毛皮消费和贸易。 消费者已穿用海报毛皮维持, 因为高到消费者抵制, 北美海报产品也很少。 但在一些亚洲市场上, 海报产品依然畅销。 2011年, 曾有新闻称, 加拿大联邦与业部宣布新贸易协定, 中国未来将进口加拿大海报肉。 加拿大希望此举可以弥补欧盟禁止进口海报肉造成的损失。 加拿大商业海报业, 除了看到中国巨大市场外, 也努力游说香港、台湾、 等亚洲各国和地区进口海报产品。 但在国际和中国内地, 和港台地区动物保护组织的坚决反对下, 中国似乎没有同意, 打开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美食和消费品市场。 在海关也对海报制品实施了较为严格的限制, 但也没有实施彻底进口贸易禁令。 港台等地从政府到消费者, 也都限制了海报产品的市场。 中国的环保团体, 则把3月1日作为国际海报日, 由导弹驱逐舰合肥舰, 导弹护卫舰运舰舰, 两期船务登陆舰长白山舰, 和综合补给舰鸿湖舰组成的南部战区, 海军远海联合训练编队, 1月16日起航。 此次参加远海联合训练的4艘舰艇, 军委海军新型主战舰艇。 期间, 他们将在海上开展实战化条件下, 联合兵力运用, 反恐防海盗, 联合搜救等科目连练, 与空军, 火箭军, 战略支援部队等多军种深度融合, 连演连续, 既是此次远海联合训练的亮点, 也是教练和研究的重点。 编队领导介绍, 编队将按照随时准备打仗, 随时能打胜价要求, 调准未来信息化海战重难点问题, 坚持实战实际, 连战连续, 深入探索大营现代海上战争联合作战能力形成的方法路径, 进一步检验主战舰艇远海作战方案和战法训法, 提升部队远海联合作战能力。 和国际惯例, 周启卿, 周远程, 新华社耶路撒冷1月7日电, 记者陈文迁以色列国防军7日上午发表声明说, 6日午夜和7日凌晨, 已经轰炸了位于加沙地带北部的数个巴勒斯坦伊斯兰底抗运动哈马斯的军事目标, 声明说, 6日深夜, 哈马斯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一枚火箭弹, 该火箭弹被以军方的铁城防御系统拦截, 作为回应, 已经出动数架战机, 以色列将继续保护以平民安全, 先截回击来自加沙地带的任何攻击, 并据以军方6日下午发表的声明, 6日哈马斯向以色列境内放飞了一架无人机, 该无人机携带数个带有爆炸装置的气球, 作为回应, 以军出动武装直升机, 轰炸了加沙地带的两个哈马斯军事哨所, 去年3月下行以来, 巴尔双方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冲突不断, 巴尔双方武装人员向以色列南部发射火箭弹和炮弹, 以方则对加沙地带实施轰炸, 并加大封锁力度, 必须及时持续紧张, 去年11月, 哈马斯等班武装派别单方面宣布停火, 以色列安全内阁, 则要求以军在必要时, 继续对加沙地带, 采取军事行动, 9月21日上午, 由国家经济动员办公室, 和海军共同组织, 国家海上卫生动员中心成办的海箱召唤, 60名医护人员登建参训, 此次演练旨在统筋地医疗资源, 提高应对未来海战场的救援能力, 据演练负责人介绍, 为让地方医务人员适应海上医疗救护环境, 演练采取收客和观摩奖鞋相结合,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技术与屏幕相结合, 分链与核链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实施, 记者翻译演练方案发现, 此次演练主要更为 卫生动员力量紧急拉动和快海区海上医疗救护演练两大下内容, 后者主要包括海上卫生积木常识和海水浸泡, 火药伤伤, 贯通伤等主要海战伤特点教学, 以及救治技术训练和紧急治疗, 医疗护理等检验性演练, 加强应急应战相结合的海上卫生动员能力建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